刚才我们经过的是后勤部 楼下是一些 其他部门的办公室 你们这儿房间也太多了 我刚都有点看花眼了 公司大了 部门多 人就多 那 这么多房间 哪个是老板的呀 楼上走廊镜头最后一间 怎 怎么了 没有 我就想我们能不能参观一下 这个恐怕不太方便 不好意思 那 家人们 小雅今天有些累了 不然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吧 拜拜 宝贝们 那个 我确实也觉得今天有些累了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给我们今天休息室 让我们休息一下呢 这个没问题 跟我走吧 好 这里 那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好的 那您先去忙吧 拜拜 拜拜 大家先往我这边来 但不要靠近他们 好 罗慧 大家希望往这边来 但不要靠近他们 收到 明白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了 淳于 是不是有点太顺利了 你是在嫉妒我的计划太完美了吧 小家走之前告诉老爷传数字 我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难道还有别人 淳于 淳于来不及了 怕不准你别看了来不及了 走走走 是这小子 老高 你怎么在这儿 出去再说 老高 你来得真及时啊 你是来救我们的吧 我是想 既然可以拆除芯片 那他们肯定会有什么设备 对啊 那下毒的人肯定有解药嘛 怎么样 有什么收获 他们的设备箱防护太强了 我没有回进去 所以刚刚警报响了是因为你啊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这儿 是 下午半晚跟我说了你们的计划 我认为人多可以分散天气的注意力 你是拿我们打掩护啊 那我们也可以商量后再行动啊 我们刚刚差一点被抓 不 没 没 没 老高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最多就是个求公亲切 是不是 老高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了 那我被坑了 老大两句总可以吧 淳于 你怎么走了 我们讨论一下上面的计划 我们再讨论一下嘛 我是真的不想再进这个游戏了 商量什么呀 你让他定就好了呀 你 你难道不生气吗 他把我们当炮灰 有点 有点 但是 我觉得吧 他也是为了大家 你这么生气是因为任务失败了 还是因为 我就随口一问 在哪里 我拍摄了 他又是永远 是永远 你不信 我看 应该